在整个展馆里 机器狗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仿生机器人了 那我还没说完这段话 这个小红点就表示我已经被锁定了 那我是怎么被锁定的呢 在我面前呢 就是本次博览会中 唯一的一款轻型茶打一体四足机器人 那它在展台也非常受欢迎 我们看到它现在是准备下楼了 而且是一个倒着下楼的动作 可以看到这个步态非常的轻盈 但是很稳重 它识别出了楼梯 现在是正在进行一个转身的动作 来向大家展示 好 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它 其实呢 它的眼睛是一个智能观瞄的装置 具备敌我识别功能 并且能够判断出对方是人还是车辆 执行预先设定的一些任务 在真实的战场当中呢 刚才我已经被消灭了 因为发现及摧毁 那执行打击任务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上面装载的这个5.8毫米的自动步枪 它还能够适配我国现役的各种枪械 对杀伤效果进行毁伤的评估 由于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它可以更换载荷 在真实的战场上执行多样化的任务 那么作为一款成熟度很高的智能仿生机器人 现在我在平坦的地面上呢 给它设置了一些这个蹲目 看看它是怎么来反应的 我们看它现在是已经识别出了这个木蹲 在它的脑海中自己设定了路线 并且规划了落土点 这是因为它具备非常强的 实时的自主定位导航能力 现在看来呢 上下坡 过楼梯 过障碍 对它来说都不成问题 其实啊 不仅是在这些复杂的路段 它在山地 丘陵等地呢 也具有非常强的地面通过性 和非常好的环境适应能力 四族机器人除了插打一体的能力 它可以通过更换模块化的载荷 具备物品的操作和处置的能力 第二呢 是物质保障的能力 可以跟随咱们的士兵 运输相应的这个作战所需的物资 第三呢 是通信保障的能力 通过携带多个中极电台 在必要的时候示范中极电台 确保战场上的通联环境 那么第四呢 可以通过四族机器人 携带相应的云边端的计算的设备 可以对咱们的无人装备 起到良好的算力保障的作用 拥有多变的作战能力 四族机器人在野外及城市 楼宇地下空间等环境中 就能够伴随班族或特种分队 实现有人无人协同作战 或者代替人员进入目的地 搜索和轻角赋予顽抗之敌 减少几方人员伤亡 还能在城市废墟中穿行机洞 实现对敌出其不意的打击 成为突破前沿 搜尖隐蔽之敌和轻角残敌的重要帮手 可以说是作战中的全能军权 如果说四族机器人是无人作战中的军权 那双族机器人就是能力拓展的超级士兵了 在展馆里有一只拥有大长腿的鸵鸟 也备受关注 这个是国内首个大尺寸的仿佛构型双族机器人 为什么是仿佛构型呢 这是因为在自然界中像豹子 狼 鸵鸟等动物 都有这样三段式的腿形 它们的运动能力非常强 那我们仔细看 它其实腿形也是三段式的设计 这个红色部位是大腿 下面的两节是它的小腿 三段式的设计 因为腿长把重心上移了 因此它白腿的时候灌量就小了 而且它的腿形纤细 那同样的力消耗的能量也就少了 我们如果把整个身躯看成是躯干 那后面的细的连杆就是它的肌肉 在运动的时候 主要就靠这个肌肉来发脸 而在它的驱动关节处 这个反黄是用来缓冲和除 那整体轻量化高能效的设计 也让它具备非常强的奔跑跳跃能力 那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 它的三段式腿形是一个反弓形的设计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加装一些观瞄探头 那它在上下楼梯的时候 前方就不会有遮挡物 这样它的感知条件也更好了 未来我们为它加装上肢和手臂 它不仅具备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还能具备跟人一样的灵巧操作能力 可以在壕沟建筑物内地下空间等场景 代替或陪伴士兵完成侦察处置和打击任务 相信大家很快就会见到一个超级士兵机器人的诞生 在研发机器人方面呢 由于这个军事应用的需要 它比咱们常用的工业机器人或者消费机器人 要求更高的环境适应性以及可靠性 我们有一个理念叫做平台通用化 接口标准化 载荷模块化 其实类似于咱们很多军用车辆车族化发展的一个思路 通过研制一款通用的机型平台 根据任务和场景的需要搭载不同的任务载荷 随着智能和无人化的发展 实现丰富的作战的能力 现在在我判断出这根绿色的线是炸弹主线之后呢 现在在我判断出这根绿色的线是炸弹主线之后呢 我把它剪断了 那如果在战场当中呢 刚刚我就已经完成了一次排爆 那我是怎么完成呢 大家看我现在操作的是一个双臂排爆机器人 和以往使用单条机械臂来操控不同呢 那双臂的机器人 它是通过我身上的各处感应装置来进行一个操作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的手和这个机械臂是一个联动的状态啊 那比如说我现在继续瞄准这根红色的线 我就可以进行一个剪断的操作 如果在实际情况中 它就可以成为我的替身去完成排爆工作 这样子呢 安全系数也更高了 那由于是双臂的机器人呢 我现在两只手是可以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 比如说我的右手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抓取的动作 可以看到这个动作还是比较灵敏的 而且这个是我刚刚只学了几分钟就能学会的一个动作 我现在是通过目视来进行的一个抓取操作 那实际上呢 在我身旁的这两台电脑上 它是一个遥控的终端 这说明我们未来在进行一些排爆这样的操作的时候 可以远程的操作 这款双臂排爆机器人搭载在机械化底盘上 实战中能够机动到爆炸物位置 在不同类型射爆事件不同场所的处置防范任务中成为控的准 举得起 拖得动 通得过拉着走的排爆利器 发挥更有效作用 身体鲜艳的红色外衣 灵巧的身姿活力四射 它的名字叫做Animal 这是一款超级灵动的中型四足机器人 专为各种实战场合而生 它不仅配备了高密度电机 身体和腿紧紧相连 设计的既坚固又轻便 它还有一个超级聪明的大脑 能迅速应对各种复杂地形 Animal还能像人类一样看清周围的环境 构建出三地地图 从而进行精准的识别和目标跟踪 最酷的是Animal还是个变形金刚 外部的挂载设计超级灵活 可以根据需要装上各种工具和装备 这样一来 无论是守护城市安全 完成工业特种任务 还是参加军事协同作战 它都能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这款Animal四族机器人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首先它的关节模组是经过特殊的设计 那它的一个特性就是 我的关节电机的一些参数 和它的环境适应性 会比同行业的电机要高出一些水平 然后呢 其次就是它的一个云台载盒 也是经过了特殊设计的 我可以在机器人上面搭设 不同的环境数据传感器 比如说像麦克风或者双光云台 这样的话也是能够让它 在未知的环境下 回传它在未知环境的一个数据 我现在正在操控的是一条 应于军事领域的机器狗 那么在它头顶是有一个 无相识别系统 它可以去识别战场上的一些威胁 而在机身上呢 还可以去搭载一些武器 去执行作战任务 还可以在它的机身上呢 去装载一些弹药或者是医疗的物资 去执行战场的后勤保障任务 可以说它绝对是一个士兵的好帮手 在人类世界中 跑酷是一项极限运动 运动员们凭借自身的能力 在城市的环境中 自由地穿梭 跳跃 攀爬 不断挑战自我 超越极限 而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 一座专为机器人设计的跑酷台 惊艳亮相 它如同一座连接现实与未来的桥梁 将科技与极限运动的魅力巧妙融合 现在一只身体炫酷涂装的四足机器狗 已经附入了跑酷台 瞬间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与人类跑酷者不同 这只高兔W机器狗没有取入之躯 却拥有着更为强大的机动性能 更为精准的感知与决策系统 它将在跑酷台上 以独特的姿态和惊人的技巧 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在跑酷台上 这款Go2W4组机器狗 展现出了超乎想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它不仅能攀登楼梯 轻松滑行 冲破障碍 还能炫酷倒立 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跑酷高手 在跑酷台上自由穿梭 把各种复杂地形和障碍 变成炫技的舞台 人形机器人是所有机器人里最为复杂的一类 如今在人工智能驱动下 人形机器人正在不断进化 简单来看 人形机器人的构成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本体 可以类比为人的肢体 用上千个零部件完成对人类身体的模仿 第二部分是运动控制 可以与人类的小脑类比 目的是让机器人完成跟人类相似的动作 第三部分是聚身智能 意思是让机器人像人类一样拥有聪明的大脑 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最引人关注的焦点 无疑是27款人形机器人的整机机器亮相 创下历史之最 在我们面前的这款是D11智能人形机器人 它正在进行的是产线操作的展示 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完成的是贴签扫码等装配作业的任务 此外通过训练 验证和测试 D11还可以覆盖零部件的搬运 精密加工和产品检验等多个工种 为解决高危岗位用功难的问题提供心路性 今年的7月呢 两台D11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入真正的工厂打工了 基于D11人形机器人的智能化控制及交互能力 它还可以与嘉宾进行完整的对话互动 并依据要求抓取对应的玩偶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D11你好 请帮我抓取黄色的可达鸭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D11的手臂动了起来 那么它的手指呢 灵活地穿梭在玩偶之间 最终呢 稳稳地停在了这只可达鸭的面前 那么现在D11呢 把这只玩偶送给了我 那么整个动作呢 流畅而精准 展现了D11作为人形机器人 出类拔萃的智能交互能力 以及高精度的智能识别技术 这款大圣D11这个人形机器人具有这个拟人的形态 它可以拟人的 以拟人的步伐 然后执行拟人的操作 我们在这个机器人上面配置了这个视觉传感器 以及深度相机 还有激光雷达等等的这个感知设备 它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接入 可以实现智能感知 人机交互 智能决策等等相关的操作 比如说在家庭的陪护 情感交互 以及家庭的物资的一些搬运等等这些方面 会得到广泛的应用 同时瞄准这个特种的用途 我们还会用它来替代人进行人形哨兵 以及人的这个巡逻 执勤等等相关的操作 近年来 各型机器人正在家宿 从实验室走向演训场 无人智能作战力量迅速崛起 形态各异的机器人能够执行海报 运输 侦查 打击等 全流程全体系的作战任务 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逐渐成熟 人类战士与猎人机甲勇士并肩作战 甚至机器人军团走向战场一线 或许不再是科幻大片的场景 我身旁的这位绅士 身材挺拔高达164厘米 体重是60公斤 最大的行走速度可以达到5公里每小时 此刻它正步伐稳健的前行 这便是引人瞩目的电科机器人一号 从外观上来看 这款人形机器人的设计也较为独特 整体以银灰色为主 身形以黑色为底色 肌腹标有21的数字编码 科技感拉满 目前电科机器人一号已经实现了 在草地 碎石路面 斜坡等非平整路面的稳定行走 具备初步的抗干扰能力和稳定作业的能力 实现了防踹 防推 搬运纸箱 倒水 精密操作等功能 未来它可以在安防巡逻 应急救援等领域进行拓展应用 我们这款电科能力机器人的话 在我们看来首先是我们在上游的一个核心零物件 这个电机 驱动器 关节这一块是我们自己本身自己做的 在中游本体这一块的话 我们在运动工程算法 导航算法 还有视觉港支算法 我们有多量的一个沉降的技术积累 在下游的一个应用场景这一块的话 我们本身就是我们电科集团 有很多的一个应用场景的这种需求 所以总结下来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是在上游 中游 下游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做人形机器人的这么一个优势 当人形机器人落地家庭应用场景 不必担心从前无处安放的脏衣服该如何收拾 那么我身旁的这位智能生活机器人呢 像是一位贴心的小管家 他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四处的脏衣服 然后有条不紊地进行自主的收纳 精准地将脏衣服放入洗衣机中进行清洗 而另一边同样令人惊喜的是 神奇的智能机器人还能满足我们的味蕾需要 他正熟练地估计着用量精心制作着每杯的汉堡 从准备面包 肉饼 到添加新鲜的蔬菜和特制酱料 每一个步骤都精准无物 不仅如此 咖啡的香气也逐渐弥漫在空气中 智能机器人直接精准地控制和灵活地操作 很快就为我们制作出了一杯香浓醇厚的咖啡 除了处理生活中的琐事 他还可以以精准地计算 快速地反应和稳定地发挥 挑战着各路歧义的高手 无论是围棋的复杂局势 还是象棋的策略对决 他都能从容应对 在某些特殊的场景中 人型机器人能够充当我们人类的替身 就像我身旁的这台人型机器人 此刻正在模仿其身边操作员的动作 进行高压电场景下的作业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 他的手臂以及手部的动作都极为的灵活 甚至能够进行按钮这样细微的操作 那么通过远程的控制 能让我们相关的危险作业 变得更为安全 在这边呢 还有一个盲视状态下的人型机器人 他正在进行的是通过性的展示 那么尽管处于完全看不见的状态 却能凭借先进的传感器和精妙的算法 自如的上坡下楼梯 还能精准的避开各种障碍物 一系列流畅的动作一气呵成 顺利完成既定的行进路线 充分展现出卓越的通过能力 和强大的智能技术 大家看啊 摸起来呢 它的皮肤除了缺少温度 几乎与真人毫无区别 就连毛孔 血管都清晰可见 那么今天呢 这个模型所判照的真人也来到了现场 那么大家看 它除了没有头发以外 是不是和我们真人长得一模一样 那么它呢也是这款机器人的一个工程师 今天呢我们就请它来给我们讲一下 这款半身机器人到底密探了什么样的黑科技 那么我们这款半身机器人结合了计算机视觉大模型 语音处理大模型以及传感器大模型 能够把感知到它周围所处的这个物理空间 同时呢它把我们的这个语音处理 语音分析等结合起来 对一个它感知到的环境进行一个详细的描述 现在呢像这样的仿真人形机器人呢 它不仅在外观皮肤等细节上 最大程度地去还原一个人的特征 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通过大模型 来赋予它相应的人事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跟苏氏 来一场穿越古今的对话 你最喜欢自己拿手作品 我已无凭生之所爱 当推一念油胶 赤壁怀骨 且听我来朗诵其中一段 大江东区浪淘尽